很多人觉得这个百合是秋天种的 因为秋天过了之后 冬天完成一个自然春化 它春天才能开花 那其实百合也可以春天种 就是用这样的进口种球 在国外挖回来之后呢 是经过一个自然春化 这就是我两周前种的那个香水百合 现在全部冒芽子了 百合拿到手之后呢 不论地栽还是盆栽呢 你都要第一时段去种 这个就是我两周前收到的 没有种 哎呀 看一下它的根系长得 全部都长出来了 全部都连在一起了啊 那你看到没有 这个百合下面的这些根呢 其实是一点又没有的啊 全部都快烂掉了 所以说我们拿到百合 第一时间把这些根全部干掉 看一下 它的根会从上面的甲林径这个地方 全部长出来 然后种百合的话 你这样选上这种潮土啊 你看一下 什么叫潮土 手握起来 打开 手上有土啊 这就叫潮土 如果你用干土粥的话 第一次浇水的话 我怕有的人浇不透 或者是浇得过湿 就容易出现烂球的问题 第二步呢 这个百合啊 很多朋友是这样去种啊 就这样子 把这个崖底啊 露出来 这样是不对的啊 你看它的这个根系 其实长在这个上面的 甲林径这个位置 我们要深埋 你的根都不在土里面 你买这个球进去有什么用 还有一点就是百合种植密度问题 我建议你们呢 这个盆口不要低于20公分 我这个盆口是22公分的啊 你看三颗百合刚刚好 我们直接把它埋进去 还有最后一点啊 很多人问我们这个百合 要不要晒太阳 如果我们这个百合呢 像这样的叶子没有展开 是不用晒太阳的 叶子完全展开了之后啊 有一点点绿色 就要马上晒太阳